炎热的夏季到了 大家是否都换上了短衣短袖呢? 这个时候良好的身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俗话说瘦下来三分靠练,七分靠吃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减肥餐的做法 瓜油去脂的效果特别的棒 七天瘦十斤不是梦想 首先我们准备50克的红豆和50克的绿豆 红豆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红豆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和多种维生素 其中微量元素钙铁磷含量较高 营养非常的均衡,能够增强人的体质 总而言之,红豆的热量不高 属于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 我们多吃一点红豆,也不担心展盘 绿豆的营养比红豆更加的丰富 绿豆除了同样含有蛋白质、散似纤维之外 维生素B、C、E和K的含量较高 矿物质也更加的丰富 还含有对人体特别有益的叶酸和泛酸 有趣的是,红豆和绿豆的成分正好互补 相得益章 取一个干净的大碗 我们将红豆倒入其中 加入清水清洗一遍 然后捞出来沥水备用 绿豆我们也同样的操作 用清水清洗一遍后沥水备用 取一口无水无油干净的锅 等到锅微微烧热后将红豆倒入其中 不断的翻炒,炒干起表面的水分 炒到表面微微焦黄时即可捞出 我们再把绿豆倒入里面 也是不断的翻炒 先炒干水分 再炒到绿豆表面微微焦黄 这时即可捞出备用 为什么要分开炒呢 这个主要是方便辨别豆子是否炒好 如果您非常的熟悉 也可以红豆绿豆一起炒 取一口干净的砂锅 倒入炒好的绿豆和红豆 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将水慢慢的煮沸 这个红豆和绿豆如果提前炒过 特别容易开花 等到水逐渐的沸腾 我们调成最小火 盖上盖子继续焖煮30分钟 等待的同时 我们准备一个苹果和三个红枣 取一个干净的大碗 加入适量清水 加入一大勺小苏打和一勺生粉 用勺子将其化开 我们将苹果和红枣浸泡10分钟 小苏打能够有效去除 有机玲珑药残留 而生粉的吸附能力 能够去除食物表面的粘东西 10分钟后 我们用双手搓洗苹果的表面 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很高 我们要保留苹果的皮 所以才需要如此的操作 如果嫌麻烦 可以直接清洗完苹果后 直接用刮刀去皮 再把红枣也搓洗一遍 然后用流水冲洗干净备用 好了 我们先将苹果一分为二 再将半个苹果改刀一分为二 我们用刀挖去苹果的果盒 苹果的果盒是有毒的 不要实用 我们再将苹果改刀切成小块 大小没有区别 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 切完后要将苹果块迅速泡入清水中 以免氧化变色 接着我们用剪刀 将红枣剪开 并顺便一刀剪去红枣的果盒 红枣是水果中的维生素C之丸 它的热量其实比蜂蜜还低 但是这里我们可不能加多了 只是用来给汤增加一点甜味和枣香味 30分钟时间到 我们将红枣倒入锅中 再将苹果也全部倒入锅里面 盖上盖子 焖煮1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看 哇 这个香味真是庆人心脾 特别的好闻 混合着多种的香味 我们赶紧添出来看一看吧 这样做出的汤 除了能够补充我们日常所需的营养 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 几乎没有脂肪 除了味道酸甜可口 特别好喝之外 还有极强的饱腹感 还能清热消暑 增强免疫力 好了 重点来了 这个汤怎么喝才有减肥的效果呢 我们用这个代替晚餐 吃的时候能吃多少吃多少 是可以把整个汤连同里面的食材全部的吃下去 即使全部吃下去 所有的热量都不会超过一碗米饭 如果您不喜欢用纯蔬菜汤减肥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这个汤 你就会发现 七天瘦十斤 怎么可以这么的轻松 请您多多的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吃出健康 感谢观看